迪文钦佐单场11季三分 居然进不了前十 排点NBA历史单场三分纪录 水花兄弟包揽半个王座 第一不是库里 北京时间3月26日 NBA场规赛迎来尼克斯主场迎战活赛队的比赛 最终这场比赛 尼克斯队的迪文钦佐贡献胜涯之夜 这场比赛 他全场出战41分钟 投篮23投14中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这场比赛三分出手20次 命中11球 狂感40分拿到职业生涯新高 但是即便迪文钦佐 单场命中11季三分球 竟然也进不了 NBA历史单场三分命中最多的记录 因为他前面的大神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NBA单场砍下12季三分 一共出现6次 其中克莱两次做到 库里 科比 马少尔 基根莫里 曾一次做到 其中命中率最高的 居然不是库里 也不是汤姆森 而是年轻的莫里了 同好时代本赛季 2023年12月17日 一场国王对阵决赛的比赛中 莫里一人 3分是5投12中 狂砍47分 带队拿下胜利 而单场砍下13季三分 则是由赛人做到 分别是库里 黎拉德和拉门 其中库里是第一次做到 单场命中13季三分的球员 在2016年11月8日 勇士队队提护的比赛中 库里三分17投13中 狂轰46分 而黎拉德的13季三分 则同样十分具有信念意义 在上赛季 开录者对准火箭的比赛中 黎拉德3分22中13 投了命中率高达38中22 把球14中14 砍下职业生涯最高的71分 成为当时NBA历史 单场得分最高的球员 最后一身人 曾单场命中14季三分 创下如今 NBA单场三分命中出的记录 他就是克莱·汤姆森了 没错 又是水花兄弟 在2018年10月30日 一场勇士课程挑战 攻准了比赛中 克莱上半场 留命中10季三分 随后在第三季 再次命中4季 只用两截半的时间 命中14季三分 打破队友库里的13季三分 一创下NBA历史 单轮投篮爆炸力 巅峰克莱赶成第二 估计没人赶成第一